从即日起 陆路交通管理局对电动踏板车使用者在人行道上为例骑行展开严格执法 那在首日的行动当中 当局向两名为例者开罚 执法人员也将加强在全岛的巡逻工作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星期三下午 记者走访了红帽桥和玉朗西一带 两个小时内发现四名电动踏板车骑士在人行道上为例骑行 其中两人在见到摄影机后立刻停下 然后我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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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去买我的食物 然后回家 你去买它吗 我现在去买它 陆路交通管理局指出 在红帽桥 榜儿 圣岗 三八网和益顺展开执法行动 并向两名为例骑士开除罚单 当局也将继续在不同的地点 部署流动闭路电视辅助执法行动 今天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 以前有时候富郎间重怀 后面来吓了我一跳 两家送餐业者Food Panda和Deliveroo搜寻师表示 已停止让使用电动踏板车的启示送餐 Grab Food则指出 一旦发现送餐员在人行道上 为例使用电动踏板车 他们将永久被禁止为公司送餐 陆路交通管理局从1月1号起 对继续在人行道上使用电动踏板车的歧视 采取零容忍态度 为例者可面对最高2000元的罚款 或坐牢最长三个月或两者见识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